在这次节目里,介绍魏喜的传记散文《大铁锤传》。 文章的作者魏喜是清初散文家,赐兵书,号玉斋,又号韶廷,江西宁都人。 文章的起头是这样的。 是一个人的名字,具体情况没有记载。 紫灿年二十八号五世,于授以左市兵谋兵法。 因问,说由南北冯义人户,紫灿魏戍大铁锤,作大铁锤传。 左市兵谋兵法,指左传中论述的用兵谋略和法则。 硕是屡次的意思。 这段话完整的意思是, 陈子灿二十八岁,爱好军事。 我传说给他左传所论述的用兵谋略和法则。 我趁机问他,你屡次在南方和北方游玩,遇到过奇异的人了吗? 陈子灿为我讲述大铁锤这个人,我便写下大铁锤传。 这段文字属于做赚钱的引言,交代了写这篇传记的缘由,有时间,有地点,有人物,有事情的起由,交代得非常清楚。 接着作者写道, 大铁锤不知何许人,北平陈子灿醒凶河南,与御宋将军家。 何许意思是什么地方? 北平就是现在的北京,明代初年改元代的大都为北平府。 省凶的意思是探望哥哥。 陈子灿到河南探望哥哥,在宋将军的家里遇到大铁锤。 那么宋将军又是什么人呢? 宋怀庆侵华镇人,公济鸡,七省好事者皆来学。 人以其雄剑呼送将军云。 怀庆是明代的府民,在现在的河南省沁阳县一带。 公济鸡,这是擅长武术。 七省,指河南省和临近的河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安徽、湖北等省。 好事者只喜爱武术的人。 人以其雄剑呼送将军云。 意思是,人们因为他威武,就称呼他叫宋将军。 可见他不是那种统领军队的将军。 作者先写宋将军这个人,接着又写另一个人。 宋弟子高信之,义怀庆人,多力善舍。 长子灿七岁,少同学,故常与过宋将军。 长是年长,过是访问的意思。 这里出现了三个人物,陈子灿、高信之、宋将军。 三个人物构成一定的关系。 陈子灿和高信之是同学,而高信之又是宋将军的弟子。 这样陈子灿才有可能在宋将军那里见到大铁锤。 这就说明了陈子灿对大铁锤奇人奇事,是亲眼所见。 而陈子灿又是亲口向作者做的介绍。 作者在正式描写大铁锤以前,花这些笔墨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,不是可有可无的。 因为大铁锤是个艺人,奇特的人。 如果不交代清楚,那么人们会认为这是传说中的人物,生活中根本不存在。 作者这样写,就增强了人物和事件的可信程度。 接着作者就开始正面描写大铁锤这个人物了。 散文描写人物有他自己的写法,这就是抓住人物形象和性格上最有表现力的特征,永寥寥几笔加以勾画,达到行神必效的艺术效果。 这篇传记散文就有这种特色。 作者始终扣紧了文章一开始所说的一人二字来描写。 表现大铁锤的奇特。 这是这一人物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征。 先从外部形态上刻画。 石座上有剑弹刻, 茂盛寝。 右斜加大铁锤, 重四五十斤, 饮食拱衣不占趣。 丙铁折叠环腹如锁上链, 饮之常杠许。 与人喊言语, 语泪处声。 扣其相及性子, 解不达。 但是吃的意思, 贱淡就是能吃, 琴丑陋。 拱衣就是拱手行礼。 写大铁锤相貌丑陋, 食量很大。 这就写出了人物怪异的形象。 大铁锤一刻也不肯把随身的武器放开, 连吃饭行礼这样短暂的时间也不离身。 他沉默寡言, 与人喊言语, 扣其相及性子, 皆不达。 这些都渲染了这个人物所具有的神秘色彩。 作者写大铁锤沉默寡言, 有着鲜明的目的。 这是为了跟后文写他的《勇猛善战》形成映衬。 我国古代有句话叫做《静如厨子,动如脱兔》。 作者就是这样来描写人物的。 从行动上加以描绘, 这是作者刻画人物的主要手段。 请听下面这段文字。 《勇猛善战》。 一物无所持, 而妖多白金。 吴宇将军拒不敢问也。 此灿昧而醒, 刻则酣睡抗上矣。 这一段文字突出表现大铁锤行动的奇异和清洁。 说成去, 转眼就不见了, 而门窗都还关着。 不知什么时候他又回来了, 在炕上呼呼大碎, 真是来去无踪神出鬼没。 作者又以陈子灿和高兴之两人做陪衬, 经问的经字, 不敢问的不敢二字, 反衬了大铁锤的莫测高深。 作者接下来写道, 一日, 慈宋将军曰, 吴史文辱名, 以为豪, 然皆不足用, 吴趣矣, 将军抢留纸, 乃月, 吴硕击杀响马贼, 夺其物, 故愁我, 酒击或且吉辱, 今夜半, 放弃我决斗谋索。 宋将军心愿曰, 吴骑马贼时已驻战, 可曰止, 贼能且重, 无欲忽辱则不快无意。 宋将军故自负, 且欲观客所为, 立请客, 可不得已与邪行, 将至斗处, 宋将军登空宝上, 曰, 但官职, 慎福生令贼之也。 大铁锤是个与人喊言语, 沉默寡言的人, 而在这一段, 作者却笔墨有加, 着重写人物的语言, 以显示人物的精神风貌, 大铁锤之所以要离去, 是因为久居祸且己辱, 住久了将要连累你, 这就突出了他的狭义。 他之所以不同意宋将军驻战, 是因为无欲忽辱则不快无益, 我要保护你, 我就不能杀得痛快, 这就表现了他的英雄气概。 将至斗处, 宋将军登空宝上, 曰, 但官职, 慎福生令贼之也。 这种安置和嘱咐, 又表现了他的细心, 初中有戏, 这是写决战前的大铁锤, 决战时的大铁锤, 形象更加鲜明生动, 作者是这样描写的, 时鸡鸣月落, 新光照旷野, 百步见人, 客池下吹碧笠树声, 请知, 贼二十余记四面级, 步行赴公使从者白许人, 义贼提刀突奔客, 客大呼挥锤, 贼应声落马, 马手猎, 众贼还而尽, 客奋锤左右击, 人马铺地, 杀三十许人, 宋将军秉析观止, 鼓力欲舵, 忽闻客大呼曰, 无去矣, 臣滚滚东向持去, 后岁不复制, 这一段主要描写大铁锤的威武和神勇, 作者用持, 吹, 呼, 挥, 击, 这些动词, 赋予大铁锤以连贯性的战斗行动, 显示人物的气势和力量, 义贼提刀突奔客, 客大呼挥锤, 贼应声落马, 马手猎, 突字表明强盗是突然袭击, 笨字又表明来得迅速, 贼应声落马的应声用得极好, 这就是说, 呼声挥锤都是在眨眼之间的事, 而强盗也是在呼啸声中眨眼之间被打死的, 大铁锤不但打落强盗, 而且打猎马头, 这就写出了速度, 威力, 战斗结束后, 大铁锤在呼叫声中, 裹起滚滚的尘土, 奔驰而去, 这又是何等矫健, 鹦鹉, 这些都是直接描写, 是由人物自身的行动来表现的, 作者还善于运用对比定称的描写手法, 大铁锤只身一人, 对付一百多不满强盗, 作者用重寡悬殊的强烈对比, 突出了大铁锤的英勇和所向无敌的气感, 而擅长寄击, 名阳七省的宋将军, 竟然在观战时鼓励欲舵, 紧张的两腿发抖, 大气不敢出, 这就进一步显示了, 决斗场面的激烈和大铁锤的勇猛无畏, 从而取得了水涨船高的艺术效果, 作者在描写人物的时候, 笔墨的浓淡疏密把握得很好, 先是从外形, 行动, 语言略做勾勒, 稍加渲染, 到写决弹场面时, 就不惜用墨, 既有鸡鸣月落的气氛烘托, 又有胶弹双方拼搏厮杀的特写, 既有正面刻画, 又有对比硬脆, 这样, 笔墨由淡到浓, 人物形象也就越来越清晰丰满, 写写决战场面, 作者有突出铁锤的威力, 可大呼挥锤, 可奋锤左右击, 这就坐实了大铁锤这个名称, 这些都显示了作者的艺术匠心。 接下来是作者的议论, 魏喜论曰, 此房得利是锤秦皇帝不浪沙中, 大铁锤其仁欲, 天生义人必有所用之, 于读陈通府中兴一传, 好俊狭烈魁其之事, 明允然不见功名于侍者, 又何多也? 其天之生财不必为人用语, 亦用之自有十兴语。 这段话中的子房一句是个典故, 子房是汉代初期的张良, 自子房, 他原是韩国人, 秦国灭亡了韩国, 张良要为韩国报仇雪恨, 就找到一位大律师, 这位大律师使用的是一百二十斤重的铁锤, 秦始皇东游到伯浪沙, 伯浪沙在现在的河南省阳武县东南, 张良派这位大律师袭击秦始皇, 但是没有成功。 魏喜在这里是说, 秦代的大律师能遇到张良这样的人, 而现在使用同样武器的大铁锤, 却遇不到张良这样的人, 只能使他独往独来, 无法建立轰轰烈烈烈的功名。 这段话中的陈同府是个人名, 就是南宋著名的词人陈亮自同府。 中兴一传是陈亮所写的书名, 共有二十卷。 凡是宋代南渡前后, 上到忠臣名将, 下到游侠俱到等等, 他都为他们立转。 敏敏然就是消失的样子, 意识或者的意思。 作者在这里说, 我读陈亮的《忠兴遗传》, 那些英雄豪杰, 不能在世上建立功名而消失了的, 真是太多了。 难道这些人才不能被人使用, 或者说使用他们, 还需要实施吗? 这是作者的感慨。 感慨大铁锤, 声不逢时, 感慨无人赏识他的才干。 这段议论点明了主题和作者的写作目的。 最后一句, 再次转入对大铁锤的描述。 子灿玉大铁锤为人银碎, 是其貌当年三十, 然则大铁锤仅四十而。 子灿又常见其铁事物铁字, 慎公凯书也。 圆银碎, 比本文一开始所说的更西年, 早八年, 是康熙元年, 公元一六六二年。 事物铁字, 只买东西的单字。 这段的意思是说, 陈子灿遇到大铁锤的时候, 是1662年, 看他的样子有三十岁, 然而现在已经四十岁了。 陈子灿又曾经看到过他写的买东西的单字, 那一首楷书真是漂亮。 这后一句, 说大铁锤公凯书, 虽然是轻轻一笔, 但出奇至胜, 说明大铁锤不仅能舞, 而且能闻。 这就使人物性格更加丰满, 进一步突出了大铁锤是个义人。 而就是这样一个义人, 却终不为事所用。 这就更令人惋惜和感慨。 总的说来, 作者是在异字上做文章, 表现大铁锤外形起义, 行动起义, 才能起义。 这就突出了人物的最根本的特征, 充分显示了人物的个性。 而作者在记事写人的时候, 又都用旁观者的口吻, 转细的形式, 因而显得更加客观, 真实。 下面把魏喜的大铁锤传, 全文朗读一遍。 更须十一月, 于自广陵规, 与陈紫灿同舟, 紫灿年二十八, 号五世, 于授以左世兵谋兵法, 因问, 朔游南北逢一人户, 紫灿未述大铁锤, 作大铁锤传。 大铁锤不知何许人, 北平陈紫灿醒凶河南, 与遇宋将军家。 宋怀庆清华镇人, 公祭基, 七省好事者皆来学, 仍以其雄建, 呼宋将军云。 宋弟子高信之, 义怀庆人, 多力善舍, 长子灿七岁, 少同学, 古长雨过宋将军。 时座上有建旦客, 茂盛寝, 又携加大铁锤, 重四五十斤, 饮食拱衣不暂去, 丙铁折叠环腹, 如锁上链, 饮之常障许。 与人喊言语, 语泪处声, 扣其相及性子, 皆不达。 既同寝, 夜半客远, 无趣已, 元气不见。 此灿见窗户皆闭, 经问信之, 信之也。 客出至, 不惯不忘, 以蓝手金裹头, 俗蝉白布, 大铁锤外, 一物无所持, 而妖多白金。 无与将军拒不敢问也, 此灿昧而醒, 客则酣睡抗上矣。 一日辞宋将军曰, 无史文辱名, 以为豪, 然皆不足用, 无趣已。 将军抢留之乃曰, 无朔击杀小马贼, 夺其物, 故愁我, 酒鸡或且己辱, 今夜半, 方期我决斗谋索。 宋将军欣然曰, 无骑马鞋时已驻战, 客曰直, 贼能且重, 无欲忽辱则不快无义。 宋将军故自负, 且欲官客所为历请客, 可不得已与邪行, 将至斗处, 宋将军登空宝上月, 但官旨, 慎福生令贼知也。 时机明月落, 星光照旷野百步见人, 客池下, 吹碧笠树声, 请知贼二十余计四面集, 步行赴公使从者百许人, 一贼提刀突奔克, 客大呼挥锤, 贼应声落马, 马狩猎, 众贼还而尽, 客奋锤左右击, 人马铺地杀三十余人。 宋将军秉息观止, 鼓励欲舵, 忽闻客大呼曰, 无趣意, 臣滚滚东向吃去, 后岁不复之。 魏喜论言, 紫房德利是垂秦皇帝搏浪沙中, 大铁垂其人语, 天生义人必有所用之, 于读陈同府中兴一传, 豪俊狭烈亏其之事, 敏敏然不见功名于逝者又何多也。 其天之生财, 不必为人用语, 以用之自有时兴语。 紫灿玉大铁锤为人银碎, 士其貌当年三十, 然则大铁锤经四十二。 紫灿玉常见其血, 事物铁字, 慎公凯书也。 刚才介绍的是魏喜的大铁锤传, 吴公正写稿, 夏清博奖。